HELLO 大家好,我是Vicky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 而且我今天也没有怎么化妆 但是呢,包裹终于到了 所以一定要来跟你们分享 你们看到我的title 已经知道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了吧 我后面这只猪呢 已经要睡死过去了 我朋友今天跟我说 所有的youtuber一定要说的一句话就是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这样 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买货 往上面下灯买东西 所以呢,大家就不要怪我这么激动 这包裹呢,昨天就到了 但是我就是一直不告诉自己 忍住,忍住 等我的包裹都到了 我就一起给大家开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 我已经忘记我自己到底买了什么 买货码上的东西我并没有买很多 我的目标呢就是精准很 所以呢,买的都是稍微可能偏贵一点的东西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吧 先来看这个大包的颜色 我买了两袋阿舍干面 然后剩下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了 阿舍干面我没吃过第一次买 然后我看大家好像说宽的比较好吃 那我去别忘记我买了什么味道 看一下 第一个买的是这个外舍干面 油葱辣味 它看起来的样子平平淡淡的 也不像是我平时会喜欢吃的面的感觉 不过大家都说好吃 所以就买来试一下吧 然后我一般都会买带辣味的 第二个呢,买的是这个客家版条 我也买的马辣味的 好像都不是大家说的那个油葱味吧 或油葱辣味应该算了 所以就买了两包来试试啦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二分之一省水化妆面 我自己有在用嘛 所以就是买来囤个货 开箱Po文送好礼 这应该是不是 这首要是送的那个柚子金菊 这个试试什么 所以它是在台湾的百货公司买的业 我买的这个是CPB的遮瑕膏 因为我看见那个Regina膏推荐的 专业彩妆师 我很喜欢看它的视频 就感觉真的很专业 看它用刷子给人家化妆之后 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化得很糟 然后这是CPB的遮瑕膏 我买的颜色是Ivory 也是看它推荐说亚洲人应该用这个就好 哇塞 因为我皮肤有小瑕疵嘛 所以需要一款很好的遮瑕膏 然后就买来试一试 好像有点看不见 不过它跟我皮肤颜色都是蛮近的耶 哇塞 也有一点小期待 买货网包装都是挺好的 不过真的等太久耶 大家好像说这次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是台风的话那我不介意对不对 晚一点用这个也没有关系 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我应该看 博光帮帮忙好像就在讲他们台风片 送外卖这样去家里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拼命啊 什么东西 这怎么这么小啊 我买了一个代科的这个小礼品装 我原本以为是大号的耶 感觉好巧巧啊 不会吧 哦这个是大罐的 吓我一跳 买的这两样产品是代科的 然后谢谢大家之前给我推荐说 在哪里可以买代科 我已经买到了 其实还是在国内的小红薯上面买的 不过就是要拖人带过来 这个代科的东西叫 Hydrating Boosting Serum 应该就是它的那个补水的精华 因为我买了它一套的 牛油果汁底液和紫苏水 所以 好像就是这个非常补水 用在之后的精华 然后我想冬天了嘛 补水很重要就买来试一试 这是我买的还是送的耶 希望是 好像是买的 希望它不要太贵 这个这么小 超级香 然后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是60ml的 然后这个只有15ml 我可以先用这个来看 或者这个当中travel size都很好 里面有一个这么小的eye cream 这个应该是个cream吧 上面写的是 Revolutionary Skin Treatment by Sealing in Moisture Cream 所以应该也是一个面霜吧 然后最后是一个mask Active Lotion Formula Crimment Liquid Mask 应该是面膜质吧 然后就最后一个 我怎么买了这么点东西 就这么多钱 我不太喜欢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保养品 因为我觉得买了你也不会喜欢 然后就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买就买好一点的 然后你就会很爱 然后也会用的效果也会很好 这浅菜比较值得嘛 好最后一个应该是CPB价的一个妆前乳 Correcting Cream Build 这上面有中文 它上面写的是无瑕妆前凝霜 修饰肌肤表面的纹理紊乱 补充滋润 使肌肤油内散发出光泽 闪耀细腻光彩之妆前修饰霜 听起来不错哦 大家不是都说这个好用嘛 所以就 买来试一试 这个应该是叫黑管嘛 我也不太记得 应该这个是没有颜色就这么一个东西吧 好 所以买货就开完 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exciting 就只买了这几个化妆品 不过我希望它们都是好用的产品 如果真的好用的话 再分享给大家 在我看第二个箱子之前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昨天的去Sephora 主要就是为了买这个 这是在今年圣诞限量的唇膏 我去年就很想买的那个嘴唇 但是去年没有买到 我看到有人在微博上面发 我就赶快冲去Sephora 然后整个柜台上面只剩下这一支 是70号的Nu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裸色 我去年就要买这支的 然后它的盒子呢 就这里有一点破了 但是我打开看唇膏都好好的 所以我就还是买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这样 金光闪闪的真的好美啊 去年是只有四个基本色嘛 然后今年还出了有别的两个颜色吧 好像然后我试了有一个09号 是叫Rose 什么东西 算了 然后反正就是一种眉红色 然后我涂了之后觉得很好 我其实之前是只喜欢裸色唇膏的人 但是呢我最近觉得我好像适合那种 偏蓝灰调一点的眉红色 然后我试了之后觉得很喜欢 所以我回来赶快在Sephora官网上面又买了 我也去了隔壁Bloomingdale的专柜 然后专柜的小姐说他们可能 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有这个圣诞系列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种圣诞系列 Bling Bling的话 赶快去Sephora买吧 它这个系列还有出一个闪 闪粉就是高光吧 然后我当时也去摸了一下真的很细腻 但是因为我自己追求雾面 所以我就是要远离一切闪粉 Illuminating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买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YSL的粉质很细 我摸了一下它确实也很细 但我不知道它上脸怎么效果 然后它还出了限量的明彩笔 也是明彩笔里面带的有闪粉的那种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看哦 唇膏是这个颜色看得到吗 然后上面都是小猩猩欸 真的很可爱 就是这样很基础的裸色吧 上嘴就这样很日常的裸色吧 然后顺便就买了一个这个K4D的Tattoo Eyeliner 因为我是听说大家都说它很好用 而且它Waterproof嘛 我是有一辈子用Kiss Me的人 所以呢我想要试一试这个 然后当时在柜台上试了以后 真的觉得它很黑 然后觉得可能这是新的吧 所以可能就没有太黑 可能要用一下 所以买来试一试咯 换着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Kiss Me那个好像用的挺快的 试试别的咯 然后就是要看这个 其实我是那种不太爱买眼影的人 因为我就觉得眼影跟腮红就是颜色啊 有什么不同 而且你找到你喜欢的 就那么两三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买了又买 然后就很浪费啊 你眼睛的面积就这么大 你根本也用不到 但是看到这一盘的时候还是心软 里面还送了一个什么mask 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这是这个LORAC出的 Mega Pro Palette 3 是不是很漂亮 很大诶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人的试色 就觉得有了这盘眼影 我应该不需要再买眼影了吧 也是给自己找借口 很有质感诶 它感觉很重 不是我想象的轻轻的盘子这样 它很重诶 它很重诶 这里有点弄脏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我要打开它咯 准备好了吗 这里弄脏了诶 有一个这种 上面有被黑色好像有一点点弄脏 不过我有看到很多人就在吐槽说 为什么这样的眼影盘不能做成 像它其他的那种黑色 不过我觉得白色很美啊 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是不是真的就觉得 这辈子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别的眼影盘的那种眼影盘 嗯 YSON这个唇膏是有点带闪的啦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闪的话不用买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喜欢压光 就是被packaging 迷惑 好 先给它擦掉 然后它是上面这两盘呢 都是亚光的 然后下面这两盘呢 是带闪粉的 我是没有买过Lorex家的这个眼影盘 因为就没有看到一个很心动 但是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觉得 哇我想要买它 像这个眼影盘啊 里面就是比如说1234 这是一个组合 就可以变成一个外面卖的那种四色眼影盘 1234 又是一个四色的眼影盘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放置的位置 都是有一个fame在里面的 所以就是感觉很超值啊 它一共有32个颜色也 也就是相当于8个四色眼影盘的那种感觉 看下面这最下面这四个 1234 这种红红的好好看哦 我们就先看一个这个Walnut好了 哇 它的粉真的摸起来好细腻好软哦 然后这个颜色是Walnut 它真的超级好赞耶 我感觉会非常好上色 闪闪的四个这个红的好了 就是它叫Pomegranate 这个石流色 它摸起来真的好爽啊 是这样红红的感觉 我还想要再试一个 有看到吗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呢 它闪耶 下面这个叫Rust 就是那种铁锈红 好好看哦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样四个一排 可以组成一个眼影盘 像这样四个 看这里四个 1234 1234 这样好像也可以四个一组 四个一组组成眼影盘耶 而且这一盒就是59美金 是不是可以买就像那样一个四色眼影盘 就这个价格 可以像我刚才四色摸到这里 然后它就花掉了 怎么办 感觉会把它弄得很脏耶 不会想要把它擦干净 我擦到下面 我觉得以后比如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干嘛 戴这一盒眼影盘就够了 薄薄的很好塞很好戴 这个摸起来真的很舒服耶 有一点点亚光 上面是白色配这个玫瑰金的 美我喜欢 好我马上就刷色在手上试给大家看哦 好黄标 I got my eyes on you I got my eyes on you I ain't got a clue Sure there's a difference when I look at you Fine wine I see reply On top of mind All I do is rewind every time Can't stop watching what you shine Baby, I know it's so I can give you that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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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give what you need, baby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一个小小的开箱 然后加上一个刷色 希望大家看的还开心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不要忘记subscribe 拜拜 我下次再见吧